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节目 我是石涛 昨天在在Facebook上 大概傍晚我传节目的时候 看到一个视频 这个视频原来我早看过 我印象中是哈佛还是斯坦福 一个大学教授 他故事是这么说的 给这个新来的学生上 一年级的大学生上课 拿了一个罐 上来没说话 他拿了一个瓶子往那一放 然后就拿了点高尔夫球 哗哗哗就往里倒 就给倒满了 学生说咱做个游戏 就问这学生 说你说这高尔夫球吗 倒在一个玻璃罐里 倒满了吗 说满了吗 满了 学生就说满了 也不知道他要干嘛 然后他就弄了把石头籽 哗哗哗又往里倒 倒那石头籽 基本倒满了 说满了吗 学生又说满了 他又说满了 他从兜里又弄了一把沙子 哗哗哗又 那沙子他不就顺着风又下去了 说满了吗 说满了 学生就搞不清楚他都要干嘛 你说一个大学教授干这个 最后他弄了一瓶啤酒 拿出来了 大家伙乐了 他把啤酒哗哗到里头 说这回满了 因为啤酒下的声满了 说这回满了 满了 那在这个教授跟这些学生解释的时候说 说你看这个高尔夫球吧 这是你一生中的你的家庭 你的父母 你的孩子 你的妻子 你的先生 与你将伴随一生的人 他是你生命中最重要的 石头籽 他是你的工作 你的车 你的房子 你的财物 他完全可以失去的 因为他是你生命中的一部分 但不是你生命的连带 后来那学生又问 说这个 说老师在最后那瓶啤酒 什么意思 然后老师说 生活不过如此 该喝一口就喝一口了 笑谈中讲出了生命的真谛 本来就是很简单的 对吧 只不过人们在现实生活中 追求中 人们在自以为是的 走向成功的过程中 你却追的全是沙子 因为沙子可以透过石子 可以透过高尔夫球 渗透在你的生命的所有的时间中 可他却是能够摧毁你的 但你以为那是你生命中的一部分 他也确实是你生命中的一部分 可是这一部分 却来自于一个人 对生命的无知的认识 所带来的对自我的伤害 法官有篇报道 直接了当的 文章题目这么说的 王岐山统领监察委员会 权力及监察反贪和检查于一身 他说这件事情 是12月25号下午 全国人大常委做出决定 今天在北京 山西和浙江 试点的监察 国家监察委员会 已经被人大赋予了绝对的权力 他的权力包括监察 反贪和检查 也就是说 当接到举报的时候 从审查到确认 最后到把他告到法庭 王岐山一个人全干了 这个权力是人大赋予的 那摆脱了王岐山身为中纪委书记的 在国家依法治国的背景之下的不合法性 转向合法 转向国家司法体系 转向国家体制 对整个今天中国的公务员都具有斩杀之权力 这是一个巨大的转型 当中纪委的身份被弱化 重新树立起监察委员会的身份的时候 王岐山可以不要中纪委的身份 中纪委书记的身份了 如果中共政治局常委中 中纪委的身份不用了 如果主管宣传的人没有了 政协扯淡了 那就全没了 人大常委在25号下午通过了 关于在北京 山西 浙江 展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 授权中纪委书记王岐山领导的监察委员会 对涉嫌贪污贿赂的公职人员进行查询 冻结查封财产的权利 那该决定从昨天26号起正式实施 25号下午通过 26号实施 你知道王岐山跟习近平要进行 结构这个体制转型 已经火烧了眉毛 火烧了全身了 他中间没有任何时间的空档 下午通过了 睡觉了 早晨一开门 星期一干了 25号是星期日 26号是星期一 星期一开始 王岐山在北京 山西和浙江 就用监察委员会主任的身份 用国家的身份 国家权力的身份 反腐在路上 打击所有政府官员 打击所有公务员 我用了一个词 昨天叫通杀 这是真正的 你一定要说他是独裁的话 这叫独裁 这叫权力上的独裁 为什么 他必须在国家体系中 建立起绝对的权力 代替掉党的绝对权力 六中全会 我们从2016年 我跟大家讲了 六中全会一定完成 2016年1月12号 中纪委六中全会的目标 在六中全会结束之后 他以这样团团伙伙的目标 作为打击的对象 以政治错误 作为打击的对象 成立了监察委员会 将在其中 揪出后面的团团伙伙 江泽民曾庆红 将是以国家司法的角度 而不是中纪委的角度 治他们的罪 恢复中华民族 中国人的尊严 恢复国家的尊严 换言之 这个超级的反贪委员会的权力 及地方政府的监察厅 反贪局 人民检察院于一身 是为了赋予这个权力 于监察委员会 人大同时决定 暂时调整 或暂时停止适用 3D若干国家行政监察法 检察院组织法 和刑事诉讼法 大家听懂了 雷阳案恰恰就在这个事情的前一天 出现的结果 利用了旧的法规 这是一个针尖对卖门过程 人大的决定指出 设立监察委员会建立集中统一 权威高效的监察体系 事关全局的重大的政治体制改革 这是这么回事 按照改革试点方案 要切实加强党的领导 认真组织实施 保证试点工作 依法性 他必须说加强党的领导 但他的实际是摆脱党的领导 然后文章特别介绍了 在中纪委贯常使用的双规的做法 缺少法律依据 那因为只有警察和检察官 才有这个权利 这就是转向合法性 对吧 其实现在警察也好 检察官也好 也应该意识到 王岐山有权把他们干了 三个试点 北京 浙江 山西 是有三个不同阶段 不同的经济背景 不同的社会背景 不同的人的权利背景 他们是正好是代表着中国社会 三个特殊地区 三个分类地区当中的典型地方 恰恰雷洋案发生在北京 所以我刚才讲了 雷洋案涉案的所有警察 检察官 法官 包括他只要是公务员 今天王岐山就可以利用雷洋案 去打击那些利用旧的体制 赋予顽抗的人 与此同时 武侃事件 九名村民被判 有期徒刑二至十年 广东海丰 法院通告 九名村民 被告与集中 扰乱社会秩序 非法集会 游行示威 那妨碍公务 故意传播虚假消息 那九名被告 被判入狱二到十年 那公告 间接说明 当地公安局 排除案件 异地审理 那我个人觉得 在这种大的 监察体制的变革过程中 有人打这样的案子 在快马 加鞭的 利用原来的概念 给他结案 都是挑战 全都是挑战 王岐山 习近平可以在国家体系中 建立最高的权力机构 但他无法掌控 省以下的地方的任何事情 他掌控不了 因为杀他的人都在上头 对不对 所以我们看到的 在我眼睛里看到 这都是交织的过程 这些都在后面 埋地雷一样埋下来 他也没办法顾忌 他只能就这么走过去 对吧 就像我跟大家举个典型的例子 从709以后 很多律师被抓了 在推特上 很多朋友列出了 长长的名单 对吧 去年709事件到今年 这是没错的 但有一个人 他们谁都不敢碰 高之胜 高之胜 一定是习近平说话 就没人敢动他 他怎么骂 都没人敢动他 高之胜还骂习近平了 那也没人敢动他 这就是我刚才说的原因 下面的可以 为非作歹 利用原来的 来抗争上面的旨意 而上面要做什么呢 他需要一步一步来 因为他是从脑袋 从脑袋上的脑顶 一直烂到脚后根了 他只能从脑袋上 先换一点一点换了 就这么回事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